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大清朝乾隆58年,即1793年6月,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天津,开始一项艰难任务,名义上给乾隆抵贺售,其实却要说服大清朝改变闭关锁国政策,建立与英国的外贸通商,虽说此时英国,已贵为日不落强国,但大清朝在欧洲人眼里,依然神秘且强大,可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, 大清朝却国门紧闭,即红眼的英国人,这次也下了血本,是团的礼品总价高达数万英镑,其中三样重大宝贝,更是带队的马嘎尔尼勋爵特意准备,以马嘎尔尼行前的自信,只要乾隆皇帝看见这三件宝贝,一定会当场爱不释手,高高兴性答应所有要求,但马嘎尔尼万没想到,就是这三件寄托了他厚望的宝贝, 招来的却是连环雷,一,被误读的高科技仪器英国人,准备的第一件宝贝,交天体运行仪,即使以现代眼光看,英国人送来的这件天体运行仪,也堪称高水准工艺,若大的一个模型,包括了整个太阳系的星辰运转景象,太阳与各大行星,乃至各个卫星全数呈现,且每颗行星卫星的,运行轨道都精确模拟, 只要上足八条,太阳系行星的运转景象,就会自动展现开来,不管懂不懂天文,都会看得眼花缭乱,更重要的是,这个仪器不单能生动介绍天文知识,更能测算日式时间,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,什么时候发生日式,那是一件关乎命运鸡胸的重大事件,有了这神器就方便了,之后一千年的日式时间,这台英国天体运行仪都能精确测算,科技水准相当强, 所以在马嘎尔尼看来,这样一款既对清朝皇帝脾气,又兼实用好玩的神器,乾隆皇帝如何能不爱,所以登陆天津后,就立刻精心包装完毕后送了过去, 甚至,倘若这款天体运行仪,真的从此火遍大清,那对于中国本土天文学研究,必然是震撼效果,中国传统天文学,也许会在一场强烈冲击后,再度开始奋起直追, 但马嘎尔尼万没想到,这美好的盼望,却被一群不相干的人给搅黄了,清朝的宫廷工匠们,原来,这件宝贝送来后,乾隆皇帝听完介绍, 就是一头雾水,南富城诗快钟表,于是就吩咐皇宫里的钟表匠们先打开查验,这帮造表的工匠们, 看过眼前太阳系运转的热闹场面后,也诗纷纷点头,然后郑重向前来汇报,皇上宁圣明, 这就是快普通的大钟表,乾隆这下不高兴了,震过寿,逆送中,于是,这款代表18世纪, 全球最强天文成就的高科技仪器,就这样被乾隆封了箱子扔一边,看都懒得看一眼,就这么黄了, 马嘎尔尼更寄予厚望的,却是第二件,二,被玩坏的英国大杀器英国人的, 二件宝贝,叫旧炮,18世纪,是欧洲军火工业突飞猛进的年代, 放在正麻命抢殖民地的英军装备里,旧炮更是必备的战场戾气,这次英国人送来的两门, 更是其中高精尖的一款,口径5.5英寸的小型旧炮,能够在一分钟里快速发射两发炮弹, 射程高达1000米,是同时代西方国家各类旧炮中,最为先进的一种, 如果比起同时代清军的火器配备来,无论比小型的鸟重还是重型巨炮, 这款轻便凶狠的小旧炮,战斗里都是完全碾压,选择这么个狠家伙当礼物, 更是马嘎尔尼的精明盘算,不只为了考乾隆笛喜欢,更是要在乾隆面前晾两肌肉, 为了能把肌肉晾得漂亮,马嘎尔尼还特意带来了高素质的炮兵, 请求在乾隆面前现场演练就炮射击,到时候火力全开,不信震不到乾隆, 但换句话说,倘若这款新鲜武器,真把大清朝震住了, 对于此时已经严重衰退的清朝军火技术来说,未尝不是机会, 16世纪的明朝就是好例子,吃了葡萄牙扶朗机炮的血亏后, 立刻摔开膀子学习研发,成功逆袭出多款火力更强大的装备, 狠打窝扣葡萄牙侵略者,只要大清朝也长点心, 这两门火力更猛的旧炮,也有希望把大清军功带动一大截, 可乾隆接下来的反应,却是严重不长心,演练旧炮射击没问题, 可怎么能用英国人的炮手呢?难道我大清不会点炮? 于是,英国人哭笑不得的场面上演了,一群根本没见过英国旧炮的清军炮手, 往英国旧炮里硬塞大清朝自制的炮弹,然后煞有介事的开火,乱搭后果可想而知, 炮弹软绵绵的飞出去,没多远就趴了窝,不长心的乾隆皇帝, 这下放轻松了,谁说英国人船间炮利,我看也不过如此吗? 于是,这两款威力强大的小旧炮,之后的六十多年里,一直被扔在圆明园库房里, 直到1860年因法联军杀进圆明园,才又被搜了出来, 依法国人伯纳书里的形容说,那些东西火炮都原封未动, 好像从没使用过,两件精心准备的宝物, 气带中的爆炸效果,结果就是这样先后哑火, 不过心头蛙凉的马嘎尔尼并未甘心,第三件宝物,才是宝中之宝, 不但百分百能让乾隆高兴,还能叫大英帝国,在中国很赚一笔大钱。 三,气韵英国人的结果,英国人最压咒的第三件宝贝,叫英国马车, 没错,就是欧美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,近代那款看上去无比精美的马车, 事实上,在马车的制造工艺上,当时的英国,已经打踏步甩开清王朝, 别看都是马车,但英国的马车上,却已经有了简阵弹簧装置, 做工也更加精致,就算在颠簸炉面上行驶,也是相当高速平稳, 马嘎尔尼带来的这一辆,更是英国乔治国王,赠送乾隆皇帝的高档款, 送进皇宫之前,马嘎尔尼还请了几个清朝官员事做过, 每次都叫清朝官员们赞不绝口,用户体验好评如潮, 而且比英国人对乾隆的了解,这位皇帝最爱出游,也没少受颠簸之苦, 送上这款马车,就好比挠队养羊肉,等挠得乾隆高兴了, 再难的事也好谈了,而且在马嘎尔尼的算盘里, 这马车的意义,可不止哄乾隆高兴,一旦乾隆用高兴了, 通商口岸也开了,这就是现成的火广告, 英国马车岂不是要卖火全中国,甚至就在出发之前, 他给英国一些马车厂商都拍了胸脯,保证打开中国销路, 如果真如马嘎尔尼所愿,这款马车里包含的强大英国制造工艺, 也很有可能刺激到中国本土的手工业, 在18世纪末叶,这本是一次东西方工匠, 大好的学习机会,可就在马嘎尔尼盘算着马车, 能在中国赚多少钱时,来传话的轻功太监, 却把马嘎尔尼差点气晕,原来这辆背负重大使命的马车, 还没见着乾隆就被太监给扣下了,因为这马车上车夫的驾驶座位太高, 竟然比车厢里皇帝的座位还高,这是严重的大逆不道, 怎么能叫皇上瞧见呢?尤其把马嘎尔尼差点气哭的是, 这太监竟还提了个荒唐要求,你们想要皇上坐马车也行, 那就要把驾驶座位拆下来,或者放到车厢后面去,那才合乎理智吗? 可这合乎理智的后果,岂不是要把乾隆摔出去? 至此,英国人送来的三件宝物,几天的时间里,统统泡了汤, 他们日思夜盼的通商要求,也得到了乾隆皇帝冷冰冰的回答, 通商没戏,互派使劫没戏,开放通商口岸没戏,哪来的给我回哪去? 不过,就是在经历了这番连环雷后,冷静下来的马嘎尔尼, 却并不是很沮丧,相反在回到英国之后, 说出了一句被中国近代国运验证的断言,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, 要知道,这个杀戮掠夺从不眨眼的近代日不落帝国, 从不是善男信女,三件泡汤的宝物, 看似叫老谋深算的马嘎尔尼们, 看到了大清王朝繁荣背后的虚弱, 乾隆君臣的封闭四大, 就这样被大清王朝, 挖出了四十多年后丧权辱国的深坑, 看见优选戳下图即可入手古法唐刀。